吃社区老年食堂,上老年大学兴趣班,参加西洋红老年旅行团。如今,年轻人正逐渐涌入传统上被视为老年人专属的活动场所和消费领域。 每到工作日饭点,成都市城华区府清街道以社区老年食堂食客西攘,除了享受相关就餐优惠的老年人外,也有不少年轻人的身影。 90后赵雪是附近的上班族,社区老年食堂里清淡的菜品和干净快捷的服务,让她成为这里的常客。 我觉得它一个是对我来说比较方便,然后出餐也比较快捷,价格算比较实惠,可以选择比较清淡的口味。 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更包容了,它的年龄的分歧有那么明显了,就大家会更融洽地在一起。 该社区食堂负责人谢秋月坦言,针对市老产品与服务吸引年轻群体的现象,该食堂也通过拓展新菜品,开展促销活动等方式提升服务性价比。 目前年轻食客占比已达四成。 我们针对老年人,但是不限于老年人。 年轻人到如果我们市区食堂的话,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菜品修理一套管理的标准出来。 针对老年人的话,我们会有老年人就餐优惠,年轻人的话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会开展我们的处置活动。 它比较是偏工艺化的,有了年轻人的群体加入,减少了运营的压力,然后我们也能更好地去提升服务的品质。 在文化艺术培训领域,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互动也带来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 在成都市文化馆,年龄各异的学员在爵士舞蹈老师泄露的带领下练习舞蹈动作。 以前我几乎所有的课都是老年人多,然后从去年开始年轻人也慢慢地过来了。 晚上的班一班就年轻人多,然后白天的就老年人多。 其实我觉得首先年轻人是很羡慕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它是很松弛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很希望能够从老年人的这种松弛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给自己汲取一点力量。 老年人也很希望他的这个生活的圈子或者群体当中也能够增加一些年轻人的元素,因为这就是彼此能够给对方力量的一个过程。 成都市文化馆党总职专职副书记赵亮亮介绍,文化馆作为面向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近两年来也顺势推出适配年轻人的文化服务产品。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涌入,为文化馆带来更多生机和活力。 他们用实际行动增进代际思想观念,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等理解交流,实现双向奔赴。 我想针对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来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它应该是一种双向的奔赴。 对于年轻人,我们其实也创新性地推出了很多更适配于年轻人的一些文化的服务。 比如说像瑜伽啦、插花啦、咖啡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类别。 课程也设置在了我们的晚间、周末。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年轻人也是作为很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力量, 在提供自己文化艺术方面的作产和爱好,我们的市民提供很多服务。 针对年轻人参与传统老年人专属的活动场所和消费领域的现象, 不少老年人认为,这有助于加强不同年龄群体间的交流与理解, 促进彼此间的尊重与融合。 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四川省居民消费研究会秘书长朱宇可看来, 年轻人涌入银发市场,既体现了对高性价比产品和服务的偏好, 也促进了消费文化多元化和消费市场边界拓展, 为老年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新动力, 有助于代际间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融合。 促进跨代消费融合,建议通过增加市场的多样化供给, 优化消费环境,加强跨代消费文化交流等措施, 以保证各年龄层消费者权益的平衡。 此外,不应简单将年轻人的消费选择视作称行为, 而应深入理解其消费需求的转变, 通过实施支持年轻人发展的政策,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